Hello大家好,我是月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常常收到大家的来信问我说 我现在没有人生目标,没有兴趣,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其实我没有办法用一句话告诉你 然后可能呢,你看完这个影片呢,都没有一个精准的答案这样子 但是在这个影片中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跟我听到的一些故事,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然后给大家来做参考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影片中呢,我会分成三点 希望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可以给你一点启发 可以去朝哪个方向去前进这样子 在这个影片中,我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呢,你有没有主动的去寻找你的梦想跟你的兴趣 我知道我身边呢,有非常多的人 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但是呢,他们只是喜欢抱怨 所以呢,你要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那一种 其实你没有再去做出行动,来让自己找到那些你的梦想或是你的兴趣 你只是喜欢坐在那边抱怨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 你讲那么厉害是因为你有理想,你有目标 但是我就是没有嘛,我就是没有嘛,现在能够怎么样 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一直抱怨下去而已 他们没有想要去找到那个答案 所以你要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人 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例如说呢,我想要做到一件事情 但是呢,我没有去做 然后我就一直抱怨说 啊,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了,我都还没有达到这件事情 然后呢,我要重新看一下自己啊 我觉得这有点难讲 就是你要踏出自己 把自己当做第三者 然后这样看自己 然后看一下自己 是不是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找借口 还是你真的有做出行动 来让自己朝梦想更进一步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找呢 我觉得看书跟去上课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在看书的时候呢,你可以挑战自己原本的思考 因为不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 然后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书呢 做这个想法跟你的想法很不一样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想? 或是我觉得大家看我的影片的时候 有时候呢,我的一些想法呢 会跟你们很不一样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也会这样子想? 要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当然呢,我觉得想法呢,没有对跟错 没有一个人的想法是对的 没有一个人的想法是错的 但是呢,每个人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刺激了你去想很多不同心的事 然后呢,我自己也知道 有时候呢,我们会对一个感觉上映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呢 我自己是过了一阵子 就会发现自己进入忧郁的那个感觉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忧郁症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但是呢,偶尔呢,我就觉得很伤心啊 偶尔就觉得很不快乐这样子 我不是每个月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只是偶尔才会发生这样子而已 然后呢,我发现自己呢,会对那个感觉上映 例如说呢,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伤心嘛 然后我们就会 去开始去听那一些很伤心的音乐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更可怜 有没有 就是呢,你会把自己想的 比你真实的情况可怜很多 然后我自己之前有一段时间 就常常去听这种很悲伤的音乐 然后就坐在那边这样子 就一直幻想说自己很可怜 No,其实你并不可怜 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可怜 我自己有非常多可以感恩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话呢 你永远都有事情可以抱怨 然后呢,永远都有人比你可怜 如果你要比可怜的话呢 世界上有太多可以比的事了 你要比的事呢 哪些事呢,会让你觉得比较感恩这样子 然后有一点是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问题呢 你有没有再做出行动 来去让自己离开这个问题 来让自己离开这个状况 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呢 你就要做出与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你不能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要求这个结果会不一样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之前就有讲过这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呢 你有没有再坚持下去 有时候呢 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梦想 或是找到自己想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了 只是你没有坚持下去 你可能做个一两个月你就觉得说 没有结果 或是做了一两个月 你的兴趣呢 你的热情就开始有一点下降 你就觉得说 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你就会去找下一个目标 然后换下一个目标 然后再做几个月之后 你就觉得说 这又不是我的热情 其实有时候呢 你真的只要去选择一个去做 因为你的热情呢 会是这样子的 你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然热情很高嘛 那个热情的level 真的就非常高 然后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觉得说 你热情开始往下降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呢 你要去重新再找回那个热情 或是呢 做了一些变化 让自己去学一些新的事情 然后挑战自己的思想 让自己重新把这个热情抓起来这样子 因为你的热情不可能一直在这边的 只有神经病才会这样子 没有人会一直说 Oh my god 我好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I love my job 每天都这样子 太夸张了 这样子呢 我觉得有一点太over 没有人会这样子的 所以呢 你要去重新再找回自己的热情 然后我在这边呢 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有个好朋友 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他在去年的时候创业 然后也找到一些投资客 然后赚非常多的钱 但是呢 有一天呢 他突然就把公司关起来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现在把你的公司关起来了 不是做的还不错吗 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 有可能就把他做得更好 这样子 他就跟我说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我没有热情了 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我当时听了 我没有跟他讲我的感想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跟他讲我的想法 然后现在想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嗯 不能这样 因为呢 你的热情不会一直有 我们对一个工作 本来就是这样 热情就会没有了 我们要去重新再找回那个热情 然后把他坚持的做下去 所以他现在呢 就把那个公司关起来 我就觉得非常可惜 但是呢 我不是他 我不知道对他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所以有可能他做的决筹是对 有可能他做的决筹是错的 我不知道 只是呢 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这样子 然后我那个朋友呢 他现在一直换 一直换 一直换 新的东西去做 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 因为呢 他跟我分享说 他常常就是这样子 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呢 就发现自己的热情就没了 然后就开始找新的事情去做 那我觉得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去找热情 而不是等热情来 因为呢 我们如果这样子热情没有 就不去做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很容易放弃 很容易呢 就觉得说自己没有热情 然后很容易就觉得说 我要找新的事情去做 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你可以坚持下去的话 你可以做到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第三点就是呢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对的选择 当我们在做选择 在做枝丫的选择啊 或是在人生中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说 我们现在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 但是呢 说实在没有人知道 你现在做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有的对错都是主观意见 因为说我们家人 或是身边的朋友 都会对着我们一起做的决定 就是说 哎你不应该做这件决定啊 或者说 哎我觉得你应该做什么决定 但是呢 谁可以百分之百的告诉你说 现在他们所说的话 或者现在你做的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可以百分之百的说 我现在做这个决定是错的 对的吗 确实是不知道 你只能做过了你才知道 就像呢 我自己出来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做了好几次错误 但是当时我做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做错误 我觉得这样子的选择是对的 然后当我做这些错误之后 我遇到问题之后呢 我才发现他们是错的 那我会对这些选择感到后悔吗 其实不会 因为呢 我犯了这些错之后呢 我才发现原来这些选择是错的 我觉得呢人家说在错误中学习不是说 你犯了错误之后呢你记得之后你就不会再犯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人生呢会一直犯错误 一直犯有可能呢同样的错误 但是一不一样的形式在上演 所以你会一直犯那些错误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 所以呢当你从失败中学习的意思就是说 你犯错之后呢你就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然后当你下一次再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帮他把自己救出来这样子 那我觉得其实这些选择呢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错 你怎么知道自己做错 你没有做错你怎么学习 我认为呢当你做一个错的选择的时候呢 你学习到的东西呢是比做对的选择学到更多 那为什么我不会对我做过的事情后悔呢 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都有它的原因 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情 如果没有遇到那些事情呢不会造成现在的我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明年或是下个月啊 下个礼拜我会做出什么决定 然后这些决定呢会怎么影响我的未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走下去我只能继续走了 我只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往回看才发现自己做了那些对的决定 那些错的决定 然后那些决定影响成现在的你 即使呢你做了很多错的决定好了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quote呢 因为呢我就刚刚跟大家讲是没有对跟错的 你只是觉得这些决定不好 不代表他是错 因为呢他会影响你接下来所做的行动跟决定 造成一个更好的你或是更差的你 oh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只能走我们才知道 即使现在呢你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下 但是呢你要相信现在你的情况只是暂时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即使现在你有非常多的钱或是你现在穷的要死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 只要你继续走下去继续做决定 你这个情况是会改变的 但是呢最危险的选择是什么 是什么都不做 当你什么都不做呢 你就知道你只能一直维持在现状 但是也不一定啦 其实如果你说你现在做的声音非常成功 但是你要一直去进步一直去进步嘛 如果你现在选择什么都不做 那你是不是在退步了 所以在这一点呢不要想太多 就做就对了我觉得啦 所以ok我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可以启发你去做选择 对我自己在讲了 没有对跟错的选择只有做了才知道 所以呢就做就对了吧 然后呢如果你做错了不要来怪我 因为那是自己人生的决定 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ok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上了三个影片 就是二四日晚上九点太平时间 然后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还想看什么类型的影片 或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都可以在下面问哦 然后呢有一点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呢 当你们写email或是私讯我的话 如果你们有问题想问我就直接问 然后就说嗨 然后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 然后就直接把问题打出来 长话短说 因为我现在有非常多人DM问我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问我 嗨 然后我现在有问题要问你可以吗 我是应该不会回你 因为我有太多email了 所以呢你有问题就直接问我 然后长话短说 我这样回你的纪录会比较高 因为如果你的email打得很长的话呢 oh my god 我有可能就不会看了 因为我有太多的email了 Anyways 好 我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我很转 就是不回email 因为现在的email太多 然后常常寄太多的email来 你们寄太多email来了 所以大家体谅我一下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我的答复的话呢 就尽量长话短说 然后在一封email里面把它讲好 不要拖到好几封这样子 OK 那订阅频道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